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是來講24節氣中的小鼠 是夏天之中其中的一個節氣 那我們就來講一些關於它的衛教啊 還有一些飲食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那首先我先講一下小鼠的背景 那小鼠是在夏天的第五個節氣 那就是現在感受到夏天越來越熱嘛 那它通常是最熱的時候會到7月7號或7月8號 所以我們以前會有一個鼠叫做小鼠過 一日熱三分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欸我們最近天氣越來越熱越來越曬 那24節氣中都有講到說 欸真的會越來越熱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還有一些鼠驗是小鼠要吃芒果 然後大鼠要吃鳳梨這樣子 那所以說剛好就是芒果的季節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很多芒果這樣 那芒果的話我們也有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因為芒果上面大家都知道 在小皮的時候會黏黏的嘛 那不要接觸太多 那會造成一些群麻疹 那群麻疹的會是什麼樣呢 就是你會越磨或越毒 它會整個很癢很癢很紅疹的起來 那如果遇到這個狀況的話 就是記得要趕快來看醫生 就是到肌診症狀 或者是我們中醫也可以處理 我們可以幫你做拯救或者開藥都OK 那再來就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家都喜歡吃西瓜嘛 那我們西瓜上面也是在中藥裡面 也是有西瓜的部分 我們可以幫你處理中暑的這個問題 那關於中暑跟西瓜的關係 我們可以慢慢再跟大家介紹 那先講中暑 那中暑的話 我們中醫很講究關於陰陽嘛 所以我們中暑也分為陽暑跟陰暑 那怎麼分呢 就是其實大家有中暑過 你中暑的時候 就是大天堂睡得曬得很多 你就會生熱汗多 就是流很多汗 然後越流越多 然後會覺得 心情很煩躁 口很渴這樣子 然後流很累之後 然後會覺得精神不振 然後這時候你會覺得 好像都好不了 那就是你就可能是中暑了 那我們就會 我們會開立一個叫做 所謂的清暑液氣湯 清暑液氣湯最重要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的西瓜 那可是我們用的是西瓜脆衣 就是我們通常都會把那個 綠色的皮把它丟掉 那我們是把它拿來種 當作入藥 可以讓你的中暑恢復得比較快 那大家如果就是不喜歡吃西瓜皮的話 我們也可以吃西瓜肉的本身 那它也是有幫你處理中暑的部分 但是注意不要吃太多 因為它是屬於非常涼的東西 所以吃了會拉肚子 那就是我們的洋暑就可以這樣 這麼處理 那大家就是可能 也有學過一點點小小的刮沙 那刮沙的話 那我們可以刮拿那種陶瓷湯匙 或者是你可能要拿那種木頭 就是不要那麼尖銳的木頭 可以做一些刮沙 那可以刮我們叫做都脈 膀胱筋 那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脊椎跟脊椎的旁邊 大概1.5寸 1.5寸大概就是2.5公分之間 那把它刮 刮到稍微變得有點粉紅色的就好了 不要刮太多 會刮紫色的話可能會出血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想說 那我這樣子中暑刮沙那麼方便 那我就天天刮天天刮 但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出血或者是 譬如說剛剛這樣子皮膚過敏 或者是你有什麼重大疾病的話 就是注意不要做那麼多的刮沙 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身體的狀況 才可以做刮沙 關於刮沙呢 就是我們刮沙通常都是沿著筋絡 我們在做刮沙 然後假設這是一個刮沙板 然後這是一個很好的刮沙板 就是我們的角度是沒有那麼尖銳的 那我們就是45度刮 譬如說我現在刮的這個筋絡 欸是星包巾 然後刮下來 那可以幫助你的 像是睡眠的部分 那剛剛像中暑的部分 我們就是所有去就是 督脈跟膀胱 那這個是最大條的羊巾 就是羊面的巾肉 我們背面是羊 那可以處理你的像是熱針 像是我們剛剛講到的中暑 所以說那稍微刮沙 我們所謂的粉紅色有點紅疹出來 就是我們的 因為我們中暑是熱在裡面 我們出不來 然後是幫助我們的熱出來 那就是熱就是相對於我們的紅疹這部分 那就是我們可以想到 我們就是關於禁忌症的部分 那我們是有熱在裡面 我們才需要刮沙 那沒有熱的話就不能刮沙 像是例如像我們剛剛的陰屬 陰屬的話就是最常見 目前最常見的像是文明病 就是因為我們從外面天氣很熱 我們就會想要進到那個冷氣房裡面吹冷氣 然後好涼好涼 然後出去吹曬大太陽 然後這樣冷熱交替之後 我們會出現我們身體裡面 慢慢的含一含那種感覺 然後會出現 沒有汗就流不出來 會覺得噁心 然後想要嘔吐頭痛流鼻水 那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陰屬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古人有講過叫做 夏略感寒者 乃取良知過也 就是我們 意思就是我們冷氣或是冰吃太多 然後造成我們這個非常不舒服 就是所謂的陰屬 那陰屬的話我們就把它當作 我們終於可以把它當作 用我們的外感就是感冒的方式來做處理 比如說我們可以做愛酒的貼膚 所以說就是注意一下就是 像是你流不出汗 噁心嘔吐這種就不建議 再來就是加上比如說你現在發炎 比如說你泌尿道感染啊 或者是感冒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 局部有一些刮傷啊 或者是一些外傷的部分 就是不建議刮 那或者是說你有一些肝病 造成你的明顯因子異常 那我們也是不建議刮痧的 那最好的部分就是還是建議 就是如果你想要刮痧 你還是建議像是 諮詢一下我們的醫師 說你是不是有熱 或者是在你要知道說有汗 或者覺得身體很熱 然後跟就是倦帶這樣子 重點是要流很多汗 才可以建議刮痧這樣子 小鼠啊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中醫有就是冬病夏治 就是冬天的病 用夏天的方法來治療 那這個就是可能大家聽過 所謂的三伏天 天天想你的天 以及三伏貼 貼紙的貼 那這就是我們在處理冬病 冬病包含什麼過敏性鼻炎 氣喘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我們可以用在夏天的時候做處理 那這時候三伏天呢 我們就可以貼在我們的背部 那我們會有一些像是 白戒指細心啊 掩護手乾碎 這種比較心熱的中藥 把它捏成像是愛酒的東西 愛力把它貼在你的背部 然後貼在一些像是 封門啊 廢書這種呼吸道相關的地方 還有皮疏跟順疏 提升你的氣機 處理你的異味性皮膚炎 過敏性鼻炎 還有氣喘這些東西 就是所謂的冬病夏治 所以如果您想要處理 您的小朋友的一些 過敏性鼻炎問題的話 可以在這個時候 可以處理 使用我們的三伏貼這樣 那總結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過了 關於飲食的味道 那像是西瓜不要吃太多 那西瓜的西瓜皮的部分 我們可以拿入要處理中暑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芒果不要吃太多 因為它可能會過敏 然後它的皮記得洗乾淨 它黏黏的東西會過敏 那再來就是刮沙 要小心就是自己會不會出血 然後不要讓它出整出太多 輕微的刮讓它有粉紅色的顏色就好了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因素的部分 就是冷熱交替要多注意 冷氣房跟大熱天之後 要記得把汗擦掉 就比較不會中暑 那這些都是我們中醫中的建議 那就是如果你還是想要就是想說 我這種東西不用就醫 那我就說我們可以就去買一些退熱貼 或者是用冰涼的毛巾貼在我們的大椎 大椎就是我們脊椎最凸的那個地方 或是你覺得像剛剛噁心嘔吐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我們的按壓內關穴 內關穴就是我們的晚橫紋這邊 然後三隻手指頭 然後壓就會換進你的噁心的疼 噁心的部分 然後最後可以我們從刮痧的部分 就從封石 從後腦刷這邊稍微做一下刮痧 可以緩解你中暑的部分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想要知道的其他的衛教的主題 那歡迎上我們的花蓮實習醫院的官網 或者是YouTube 感謝大家聆聽 那我們就下回再見